大家好,我一月份的时候在家里用小花盆种了一些黄水仙 现在都已经开花了,非常的漂亮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经验 因为去年秋天我是准备整理一下花园 黄水仙太多了就挖了一些出来准备重新布局 有一些就忘记了,放在车库里到一月份过完新年才发现 我仔细看了一下它并没有冻坏 里头还有一些小芽,没出青颜色,应该是会发芽的 特别黄水仙是需要经过低温才能够促进它开花的 所以我就想拿回家来用小花盆种种看,试验一下 因为是试验性质的,所以我就没有单独挑大的 我用了几个花盆,想着大的小的都挑一些来种种看 等它们开花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样品可以对照 我是1月15号种的,种的时候非常简单 在小花盆里放一些花盆土,然后把它们浇湿 直接的把这些小洋葱头都插进去 你看好像这个已经有一些产伤了 但是我还是把它们放进去种 这个是比较小的,同样的也都种下去 后面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系 种好了以后很简单就把土覆盖在上头 然后就浇水,这个水一定要浇透 浇透了水以后放在温暖的地方 以后每个星期都浇一次水 同样的每次还是要浇透 这个不怕水多的,如果浇水有点浮起来 稍微轻轻的压一下 很遗憾后头我没有好好的记录它们 大约1个星期到10天的样子 它就已经开始发出新芽来了 3个星期以后2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花苞了 这个是2月15号花开的挺大的了 我之前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黄水仙其实是有香味的 当然香味不浓淡淡的香味 放在客厅里家里有淡淡的优香 非常的好闻 虽然我把它们放在南窗下 我家里温度最好而且光线最强的地方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出来有一些土长了 杆子长得太高了 如果当时用灯灶一下 可能不会长这么高就开花了会更健壮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一共是种了8盆 但是其实现在只有4盆开花了 另外的4盆只长出来叶子 长得非常高但是没有花苞 所以以后在家里种的时候 还是要长那些球径比较粗比较大的 这样开花的几率会大很多 看到家里有鲜花盛开 心情非常的好 这是我第一次试着用花盆来种黄水仙 明年准备种一些玉金香 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再来和大家分享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